要做好这个酱牛肉 选料非常的关键 那我们要选择地地道道的牛腱肉 然后它是一束的这样一个鸡肉 牛腱肉的两端应该有这种肌腱 那这样子的肌腱你煮熟了以后 它才会特别的Q 特别的有咬劲 我们这个牛腱肉的表面 一定要有这层筋膜的一个保护 但是不要有肥油 那有了这个筋膜的保护 这个牛肉煮出来 它就不容易攒不容易碎 那这第二步 我们就是要让这个牛肉当中的血水 让它融出来 这个牛肉当中 它的血水非常的足 而且它的异味也比较的重 也就是说有点腥膳味 那我们如何才能让这里面的血水融出来 把这个龙水加进去泡一会儿 大约要泡两个小时左右 如果您在家里用的是自来水也行 如果您在家里能够用上一点带冰的水 也就是说让它的温度降到零度左右 这个时候它是血水融出率就更加的好了 那我们要把这个牛腱肉给它改一下刀 直接从中间一切两段就可以了 大家看 这个牛腱肉切开以后 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筋膜 那这些筋膜它在成熟了以后 它会有比较糯的这样一个口感 而且可以保护我们这个牛肉不会散碎 切好的牛肉放到农水锅里去 一定要用农水来给它焯水 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家里做牛肉的时候 它做出来这个牛肉总是有一个腥膻味 这是因为它在焯水的时候 它没有用农水来焯 也就是说它这个牛肉当中的血水 没有完全地溶到这个水当中去 这样子它的异味就去除不掉 牛肉我们已经放到农水锅里去了 但是这样还不足以把它的腥膻味给它去除掉 葱姜我们一般用到我们不太用的那些部位 比如说我们的姜的外皮 葱的尾部这些都可以 只要有点葱姜的味道 然后我们要加点料酒 帮助它去腥 这个料酒的量大约在20毫升左右 比一般的我们的炒菜要稍微的多一点 我们用最大的火把它烧开 我们烧开了以后不要立即停止加热 要用中小火继续煮它10分钟 因为牛肉的块比较大 你要让它里边的血水溶出来 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那这10分钟一定要有 不要手掠 大家看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那我们这个牛肉它已经收缩起来了 而且它的血水已经溶解出来 它的颜色已经完全变过来了 然后它的筋膜已经有点透亮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了 但咱们今天选的这个牛肉才是金头八脑的 对吧 好的牛腱子肉 你煮出来的酱牛肉才足够的好吃 所以说选料第一步 大家一定要严格 很多的观众朋友在家里焯完水以后 这个焯牛肉的水就直接扔掉了 那这个水你扔掉就太可惜了 因为这个牛肉在小火煮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纤维物质都融到这个汤里边去了 那如何来利用它呢 直接把它加到卤汤里面呢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血渣 那怎么办 我们把这个就是一勺一勺的打到纱布袋里边去 就可以了 大家看我们这个水当中呢 它是有很多的那种血渣 血点啊 就是看起来呢 就不是那么清亮 随着我们的过滤呢 以后呢 那我们这个水啊 就会变得很清澈 大家看我们过滤以后的水 它就是没有什么血渣在里边了 就非常的清澈 那么我们这个牛肉呢 它的香味 第一个来源 其实就是它本身自己的味道 要把这个酱牛肉做得好 你就要把这个焯水的圆汤呢 保留好 利用上它 那牛肉的味道呢 才会足 咱们这个牛肉呢 把所有的血渣给它过滤出来 大家看啊 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这个血渣 看到吧 但是这个牛肉汤里面呢 就比较的清澈了 那我们把这个圆汤呢 给它保留好 一会儿呢 我们给它做这个酱牛肉的时候呢 把它当水加进去 既开锅快 还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牛肉呢 更鲜 更香 牛肉呢 我们都已经给它洗干净了 那接下来这一步呢 也是非常的关键 就是炒卤 那这个牛肉卤汤呢 它是需要经过炒制 才能够让这个味道呢 足够大的一个激发 要做好这个卤汤呢 香料的选择很重要 咱们常用的香料呢 我给大家分成了两份 一份呢是方香型的 一份呢是苦香型的 那么方香型的这些香料里面呢 有八角花椒 小茴香呢 甘草啊 丁香啊 桂皮香叶这些 那苦香型的呢 像草果啦 肉蔻啦 豆蔻啦 草蔻啦 南疆啊 像这些陈皮啊 这些呢 都属于苦香型的香料 但是这些香料呢 我们把它融合到一起以后呢 可以为我们的牛肉呢 棕色不少啊 可以让我们的牛肉的腥膳味盖住 然后呢 把它的香味给它提升起来 这样子我们的这个酱牛肉 它能不好吃吗 但是呢 你单纯有了这些香料还不够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些香料的味道 发挥到极致 然后让它的香味呢 发挥出来 这就需要一个炒的过程 如何来炒 来 看老爸给你来做 那香料的炒制呢 那首先呢 我们往锅里加点油 这个油的量呢 应该在30毫升左右 那油热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先把这些葱姜 洋葱和蒜给它炒一下 我们今天用到的葱啊 是10克 然后呢 姜也是10克 我们的大蒜呢 是20克 这个洋葱呢 是50克 洋葱的量 稍微的多一些 那有些观众朋友就会问了 你有了洋葱 为什么还要再放大葱呢 因为这两种葱的这个味道呢 它是不一样的 那洋葱的香味呢 比较的持久 那个大葱的香味呢 比较的浓郁 但是呢 它不够持久 所以说这两种葱呢 我们要结合起来来使用 先给它炒香 炒到什么火候呢 就是我们的大蒜呢 微微的有点泛黄的时候 就可以了 用大蒜来判断就行 然后呢 我们这个葱姜蒜 炸到这个微微的 有点发黄了 我们的这些香料 就可以放下来了 这些 不管是苦香型的还是方香型的 都一起把它放下来 我们这些香料的香味呢 通过油的一炒 它的香味呢 都融到油里去了 而且呢 通过热力的一激发 非常非常的浓郁 那我们在家里烹饪的时候呢 这个火力一定要小 一定要小 就是一般呢 用到中小火的火力就可以了 好 香料的香味出来了 我们的冰糖呢 就可以下去了 冰糖的量呢 大约用到30克左右就可以 我们炒虾料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到冰糖 而不是用到白糖呢 是因为冰糖呢 炒出来的糖色呢 它会更加的红 更加的亮 这对于我们酱牛肉的颜色呢 有非常好的棕色的一个效果 另外呢 我们冰糖在融化的过程当中呢 它其实是一个汤氨反应 也就是说 它会把这个糖的香味 变成焦糖的香味 那这样子呢 你卤出来的牛肉呢 就更加的香口 大家看我们这个糖呢 已经完全融化了 形成了这样子一种 棕红色的一个状态 来 我们把这个香菜呢 和干辣椒放下去 香菜和干辣椒呢 一定要晚放 因为它没有办法 承受那么长时间的这个煎炒 来 我们把这个酱油呢 慢慢的放下去 酱油呢 我们用到30毫升 给它炒匀 这个香味非常的浓郁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家的酱油是生抽啊 来 再来一点老抽 给它补一补色 老抽的呢 大约在1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把料酒放下去 料酒的量呢 稍微的多一点啊 大约呢 在50毫升左右 多放料酒呢 可以让我们的牛肉啊 充分的这个腥膳味 给它溶解掉 这个时候 把我们刚才过滤好的 这个汤汁 给它倒回来 底下的一点血渣 就不要了 我们焯牛肉的原汤入锅以后呢 我们要准备一个纱布袋 要准备一个小楼勺啊 干嘛呢 我们要把牛肉汤当中的 这些香料呢 捞到纱布袋里边去 那这一步呢 其实就是为了 让我们的牛肉啊 在煮制的过程当中 不至于呢 让那些缝隙里边 塞满这些香料啊 也就是说 你的牛肉的表面呢 会比较的干净 比较的清爽一点 因为这些香料的香味呢 在卤煮的过程当中 它会继续释放香味 料包袋包好以后呢 我们放到锅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 给这个卤汤呢 来一个调味了 调味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到蚝油 大约两勺 然后呢 我们要给到盐 大约呢 十克左右 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卤汤呢 就算是调好了 那么调好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 倒到砂锅里边来 然后呢 用砂锅 来卤煮 我们的这个牛肉 倒过来以后呢 我们把牛肉 一块一块地放下来 剩下的呢 就要交给时间就行了 到底是多少时间呢 我们在这个 卤煮的过程当中 从开锅开始计时 只要给它 60分钟就可以了 那卤到60分钟以后 我们还有关键的一步 给到大家 这一步呢 为我们的牛肉中香 是不可或缺的 大家等等看 大家看 我们这个牛肉呢 已经非常的熟软了 拿筷子呢 一扎 就能够扎得进去 是这样子 但是呢 在这最后一步啊 我们要给它 加点白酒 这个白酒呢 最好是高度的白酒 给它加进去 大约呢 也是20毫升左右 给它关火 焖一下 焖的时间呢 大约是30分钟左右 这样子呢 可以让我们的牛肉 有一点点的酒香味 那我最开始 我们为什么不加呢 因为它随着这个加热呢 这个酒就挥发掉了 所以我们要让它 留住这个酒香味的话 一定要最后再来加 大家看 咱们卤好又凉了的 这个牛肉呢 它是比较的紧实的 有很多观众朋友呢 这个牛肉在家里切的时候呢 一切它就碎 就是因为它没有完全 把它冷却下来 它冷却了以后呢 它就会比较的有弹性 也就是你切的时候呢 就不容易的碎了 你看咱们这个牛肉 你怎么切 它都怎么成弦 我们这个牛肉呢 冷却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放到 原汤里面去冷却 那这样它在冷却的时候呢 还在继续的入味 所以呢 这样子做出来的牛肉呢 才会更加的好吃 牛肉呢 我们改好刀 装好盘了 那么在上桌之前呢 我们最好是 能有这个原汤 不管是冷的 还是热的原汤 我们呢 来打上去一点 让我们的这个牛肉呢 更滋润 更有滋味 好了 开吃